哈囉 各位玩家大家好 歡迎收看電玩宅蘇沛 我是主持人寶兒 在遊戲圈的朋友們應該都知道 最近的EA星際大戰事件吧 這款遊戲賣上八十塊的美金 卻要玩家們花很長的時間來農英雄 當然是引起眾人的不滿喔 而今天電玩宅蘇沛 預備了懶人包 要帶你們來看一看 這值得記上一筆的時間喔 6月10號 為了跟上一三熱潮 公佈作品和預告片 並說明會有一代欠缺的單人戰役 有受玩家期待 10月10號 遊戲公測結束 發現遊戲中有開箱機制 玩家出現反彈聲浪 10月12號 為了平息眾怒 EA宣布史詩卡片會從箱子中移除 有些好卡片是開不到的 11月9號 擁有EA ASUS資格的玩家能搶先遊玩 原本還不明確的開箱與收費方式 公布在大家眼前 但是多人連線 仍是現今戰士的天下 11月12號 高級英雄像是天行者陸客 需要6萬遊戲幣才能解鎖 玩家實際測試後 要農40小時不間斷才能解鎖英雄 這激怒了許多玩家 尤其是花了80美金購買豪華版的人 EA親上火線回文 表示這個過程是為了給玩家帶來更多成就感 這篇文章迅速成為Reddit史上最多人 虛...的文章 虛...的數量已經累積到67萬 11月13號 EA 條件解鎖英雄所需的遊戲幣 天行者陸客的遊戲幣價格從6萬降為1萬5 有疑似EA員工的推特帳號接收到死亡威脅 但無法證明該帳號是否為EA員工 11月15號 比利時政府著手調查遊戲中的開箱機制是否為賭博行為 因分級為12歲以上的玩家可以遊玩 可能讓未成年玩家在遊戲中進行賭博 夏威夷政府也在近期調查開箱行為 11月17號 EA在遊戲中暫時移除購買水晶的管道 設定上這些水晶是兌換箱子的管道 但是開箱機制仍然存在 只是暫時無法以現金購買 到了現在 這款遊戲已經寫下許多故事 除了在Reddit上留下難看的紀錄之外 在MetaCritic的評價也被洗到低於1分 期間也傳出EA似乎移除退款按鈕的消息 在3A級大作中加入現金開箱機制 並非首創 近期的中土世界戰爭之影 也有類似的機制 雖然引起玩家不滿 但整體評價並不差 或許 這次會鬧得這麼大 主因來自需要大量的時間來解鎖遊戲內容 以及EA的態度 而不是開箱這件事情 現在就等著EA再次開啟付費機制時 會怎麼處理 以及各國政府如果對開箱抱持著否定態度 又會對遊戲業產生什麼影響呢 提供的大使 大家也會玩 絕對遊戲 WOW!